正在直播 世锦赛交点站 中国女排对阵巴西 李盈盈带队 力争五连胜 大家好 欢迎收看小鹿体育 这些视频啊 咱就来聊聊中国女排的最新消息 众所周知啊 目前啊 中国女排正在参加女排世锦赛的比赛 而且就在今天晚上20点整 中国女排将迎来小赌赛 最后一个对手的挑战 就是巴西女排 其实巴西女排啊 它的实力是非常强劲的 而且巴西女排 夺得过东京奥运会的亚军 这样一来啊 中国女排可以说是面对小赌赛中 最强的一个对手了 当然这场比赛对于中国女排来说 也是至关重要的 也是对于这只崭新的中国女排 一个很大的考验 所以说啊 这场比赛 中国女排 它的目标肯定是非常明确的 就是能够赢下巴西女排 在小赌赛中啊 取得五连胜 当然这场比赛对于中国女排来说 要想赢球也是非常困难的 虽然说巴西女排 它最近的状态不是特别的强 因为上一场比赛啊 巴西女排是以1比3 输给了日本女排 而且中国女排啊 已经取得了四连胜 所以说就目前的状态而言 中国女排是要绝对优于巴西女排的 所以说啊 这场比赛对于中国女排来说 赢球的概率还是非常大的 当然这场比赛 中国女排要想赢球啊 必须要做好以下几点 第一点就是要接好一拳 打好一次攻 因为一拳是一支球队进攻的最基本的保障了 你只有接好一拳 那么这支球队她的进攻才会更加的顺畅 当然一次攻对于中国女排来说 也是至关重要的 这是一点 第二点就是自己的后排防守啊 必须要做好 因为对这巴西女排可以说是非常费难的一场比赛 后排的防守是至关重要的 特别是作为自由人的王孟杰 在这场比赛中必须把自己所有的能量都给发挥出来 积极的在场上跑动 积极的做好后排防守 显然这也是中国女排必须要做好的一点 还有第三点就是作为中国女排的核心 作为中国女排的主公 李盈盈和王云露 在这场比赛中必须把自己所有的能量都给发挥出来 可以说在结束的四场比赛中啊 李盈盈的表现是最美定的 可以说李盈盈都是中国女排的定海纯真 再一个就是王云露 王云露和在结束的四场比赛中 我们可以看出啊 他的成长是非常明显的 可以说和前一段时间的女排世界联赛相比 王云露确实是涨球了 涨的是非常明显的 所以说这场比赛对于中国女排来说是非常重要的 所以说作为中国女排的每位运动员都应该站出来啊 替球队非难得分的压力 所以说这场比赛是中国女排小组赛的最后一场比赛 在今天晚上二十年整中国体育频道 CCTV5将全程直播这场比赛的 我们一起为中国女排加油